是我们的一个非法设备监测和仿制的一个原理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AP分为两种工作模式 一种是我们的正常模式 另一种是我们的一个监测模式 那正常模式就是简单 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接入模式 就是我们可以正常收发我们的一个普通的WM业务数据 然后如果我们就是不开启空口扫描功能 那就是简单的一个普通AP了 如果开启我们的空口扫描功能 那就既可以传输我们的一个普通的WM业务数据 还可以有监控功能 但是会对我们的普通业务数据传输有一定的影响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监测模式 监测模式就是完完整整的一个监测AP了 就是只能实现我们的监控功能 不能传输我们WM的一个用户的业务数据了 这个是我们AP的一个不同的模式 注意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法的网络设计中 一般的我们监控AP和我们的正常AP的比例一般为3比1 大家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不同的布置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AP的工作模式 下面呢我介绍一下我们一些设备的一个类型 我们的一个非法设备的判断其实是分为两个不同的过程 第一个部分就是设备识别的过程 我们先要识别出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然后我们才可以进行判断这个设备是不是非法的 首先我们的一个非法设备监测 那我们肯定要识别啊这是什么设备类型啊 ADHawk刚才介绍了ADHawk就是我们的一个PC跟PC间的对接 嗯然后我们的一个PC啊 PC就是正常的PC 我们现在还不管啊 它是正常的还是非法的哈 然后AP好AP就是AP了 网桥网桥就是网桥了 好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网络设备的类型啊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啊 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些设备类型 这个部分哈 我们的设备识别的设备的识别流程 首先第一步哈 我们的AP肯定要处于监测模式或者是揭露模式啊 开启了空口扫描功能啊 第二个部分就是啊 AC下发配置给AP 好 好 AC下发配置给AP之后啊 AP会扫描我们的信道 监测周边设备信息 主要收集的是我们802.11Mac帧啊 这个其实哈802.11Mac帧这个这个课程这个这个字段这个帧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哈 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我们HCNAWRAM里面的课程 有一个胶片是啊 专门用来介绍WRAM802.11Mac帧的 好 里面详细分析了我们802.11Mac帧的一个结构哈 我们这边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回顾了啊 好 那我们收集到这个802.11Mac帧我们主要呢是进行分析这个帧里面的一个frame control的域 这个里面有一个啊两个比特的一个子域啊 然后这个type子域里面我们分为好三种不同的帧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帧哈如果是00是我们的管理帧啊我们的10是我们的数据帧哈 还有我们的一个01哈呃01是我们的呃一个业务帧哈这个呃01是我们的一个控制帧哈呃01是我们的控制帧哈呃01是我们的控制帧一我们现在还没有使用哈就是这三个部分哈 然后我们的管理帧管理帧里面的啊这个capability info 之段啊我们分为三个大家就是通过这三个不同的位来定位出不同的设备类型 如果这个字段是00好那就是无线网桥如果是01那么就是啊ADHawk设备那如果是10好那就是我们的AP了 这个就是用来判断我们的一个不同的设备哈 大家可以简单的简单的记一下哈如果是像00啊你可以可能想好00啊那就是两个两个网桥嘛就可以想成两个AP 啊因为是桥接嘛是我们的一个无线网桥了如果是01是我们的ADHawk那就寄它啊就是我们的一个两个PC了10啊就是我们的一个AP了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管理帧方面来识别我们的设备类型啊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帧哈数据帧就有一个我们是通过DNS值来防御来来识别的哈我们有一个fromDS跟trueDS哈这两个是不同的哈这个在我们那个 这个802.1mac这里面有个详细的介绍啊这个而且比较好判断了呃因为我们有一个去向哪里和从哪里回来是吧好那我们这边看我们的一个ADHawk00好我们去向是PC回来也是PC那我们就是一个ADHawk设备了好那我们的无线网桥啊都是AP那我们去网的是AP回来发回来的还是一个AP那就是无线网桥了 啊AP的话你看我们去的和回来的那就不一样了那说明啊去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啊就终端吧我们发回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AP了那这个就是一个AP了那这个我们就反过来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终端了这个就会帮助我们来识别哪个是我们的AP哪个是我们的一个啊我们的一个终端了简单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右边第二位是0的是0的肯定有PC了这个网络里面是吧那这个是我们的中端这个是我们的ADHawk00就是我们的ADHawk了10那就是我们的啊PC了那我们的01好我们的111右边是1的那肯定是带一个AP了啊如果是0的话那就是我们的AP了如果是11那就是我们的五线网桥了啊这个就比较有点规律我们可以从这个DSDS值 啊来判断出我们的一个设备类型了很简单的哈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设备类型的一个设备流程那下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啊设备信息散报流程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的一个AC哈要下发我们的一个AP的一个啊监测模式哈我们AP的监测模式下发给我们的AP之后好那首先呢我们的AP会进行一个短周期的 一个商报这个短周期的商报它其实啊就是啊增量商报的我们周边的一个设备信息哈它不是全部的商报啊注意这边是增量商报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些啊什么什么设备信息我就上报什么设备信息那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增量商报其实啊就是全量商报的比如说第一次啊第一次那肯定是全量商报了对吧好这个增量商报啊这个单位啊我们其实还只是停留在 在秒的阶段哈啊200秒啊啊50秒60秒啊这种几十多多少秒那我们有一个全量商报啊大家注意全量商报啊那最短时间就是两个小时啊最长是六个小时这个周期这个是比较一个长的一个一个周期了啊我们的全量商报大家注意全量商报就是全部的信息再报一遍啊这个便于我们AC来收集我们周边无线网络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无线设备信息哈那大家注意 所以由于我们全量商报可能信息量比较大啊如果你是采用我们这一个啊当AP或者是一个AP覆盖太多大一大的范围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个啊一个一个数据的传输啊所以这个全量商报啊它会自自动的进行一个啊10分钟以内的一个调整哈就是延迟商报如果当前的一个带宽占用啊比较大的话我们可能会延迟一下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设备信息上报的流程好 下面就应该介绍我们的一个啊设备非法设备的一个判决流程了是吧我们已经识别出我们的设备类型了啊我们已经把设备信息报上去了啊那我们现在应该判断出什么是哪个是哪些是我们的一个啊非法设备了哈啊首先我们AP上报我们的周边设备信息然后我们提取出它的设备类型来了啊我们的AP或者无线往前啊终端我们雷迪浩克 好我们的AP首先看我们首先判断这个AP是不是我这个AC上的AP啊如果他不是的话如果是的话那肯定是合法的啊我这个AC上的AP当然是合法的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判断哎这个AC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AP是不是在我们的AC上AC的白名单上哎如果如果在的话那也是合法的了 如果不在好那就是非法的AP和无线往前了判断流程也非常简单了好我们的终端啊第一步也是判断啊是不是这个A这个终端已经揭露到我这个AC上AC上面了啊如果不是如果是的话那肯定也是那您这是合法的终端了如果不是的话好那我就是判断这个A这个终端所揭露的AP是不是一个非法的AP好如果不是的话好那我就是判断这个A这个终端所揭露的AP是不是一个非法的AP好 如果不是的话就比如说接到我们这个接到我们白名单里面的一个AP上面去了啊那也是合法的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一个非法的一个终端了那我们的ADHawk设备那其实只是会干扰我们的网络啊指定判定就是非法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非法设备的判决流程那接下来啊我们既然已经判决出了哪些是我们的非法设备那我们会开始进行一个好非法设备的 一个反制了那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非法设备一个反制啊就是进行一个配置配置对象模式哎这个配置对象模式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对象模式我们可以进行很多的一个参数配置啊可以配置AP可以配置ADHawk可以配置我们的终端就是单单我们反制哪些对象啊如果你要单单反制我们的AP你就把对象模式改为AP好你也可以设置啊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反制模式为全就是ALL好这个模式下就是反制所有检测到的一个非法设备了好所以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一个非法设备列表中会筛选我们的一个设备啊这个反制设备后我们根据非法设备的类型实施反制好我们怎么进行一个反制呢好这个非法啊根据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非法AP我们AC确定是非法AP后会将非法AP告知我们的这个监测的AP哈 这次AP会以非法AP的身份哈发送我们会发送一个广播解除认证证哈这个广播解除认证证发送给这种非法AP的话他一旦收到他就会跟我们的一个合法的一个终端哈断开连接好这个这个就会通过这个技术哈就会保障我们一个合法终端的一个安全哈毕竟这个是一个非法AP哈但是啊大家可以可以感受到哈如果开启这个功能哈死无忌惮的 使用使用也会是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相邻公司好你会导致他们公司哈都都连不上这个网络了哈这也是比较恶劣的一个行为了好那根据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非法终端哈如果AC确定哈这个是一个非法的终端以后啊会将非法的一个终端也是一样的哈下发给我们的一个AP了那我们这个啊AP哈就会以非法终端的身份哈以终端的身份 发送单波的一个解除认真真哈这个当我们那个合法AP啊收到这个合法的收到了这个解除认真真后也会断开跟我们非法啊终端的一个连接了好断开跟非法终端的连接了这个就是啊来反制我们的一个非法的一个终端的好第三个是我们的ADHawk设备那AC如果一旦确定它是个ADHawk设备的话好那我们就会将啊ADHawk设备告知我们的一个AP 我们监控的AP哈就会以ADHawk设备啊我们就会模拟啊模拟这个设备的一个BSSID和Mark地址发送一个单波解除认真真那也会断开跟ADHawk设备的连接哈通过这种反制就可以有效的啊阻止我们一些非法设备接入我们的WM网络或者保护我们的一个合法用户啊不会接入那些非法的一些设备啊这个是我们一个非法设备的一个反制流程 感谢观看